哦,新的一樣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這裡就跟大家介紹 Vana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頻道 有興趣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XN的觀眾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又跟大家開箱了 因為近來Intel 9系的Laptop U都終於出現了 所以有不少品牌的Laptop U都有更新 而這部Razer也是同樣的情況 更新了Intel第9代的CPU 立即開箱看一看 嘩,真是... 我小時候很想買Razer Brace或者Mac機 因為國外是挺帥的 但始終也是 很昂貴的 好像近來的Notebook都很流行機或不機 火牛還火牛的設計 不明白為什麼 但是挺過癮的 可能大家也看得到的 其實如果我用一張白色的桌子 就很明顯的 可能我看到盒子底的綠色部分 是會發射到我的白色桌子上 發光還是有些光透出來的感覺 是多特別的 看看這個火牛的盒子 看看裡面除了還有什麼 是多爽 裡面有一隻牛 牛也不算大不算小 以現在的火牛來說 因為它本身有這個207 電方面是19.5V 11.8A 另外一邊的插充電位置比較特別 我以為開頭是Type-C 但一個是相當大的方圓口 另外盒子旁邊還有一個盒子 一條英規頭的線 香港常用的 而這條線我剛才沒說過 它是200W的關係 用平時電腦火牛的那種口 三個孔的power cord 之後來個主體 是挺漂亮的 一邊的溢光 你只要放在桌邊 你會覺得好像是桌面發亮的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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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木柱機放出來 然後呢 底部有個那些應該都是Menu 那些Thank you的卡 還有一塊布 基本貼紙的東西一定有 貼在機上是OK的 但剛才說了 感謝作和說明書了 大致上這盒應該是沒有東西的了 噔噔 動主機 是爽的 光看機底 大家也會看到了 已經有兩把大風扇在底部份 所以這部機的話 如果大家要找些東西放起來 就會有更好的散熱效果 噔噔 噔噔 以往以Razer機來說 都是一個很平實的設計 然後呢 沒錯了 我們是時候開機 等它設定了一些東西 我們再說 機器設定完了 也沒有了一會 可以不斷介紹介面 左右兩邊有三個USB 3.2的Gen2 一個Thunderbolt 3 HDMI 2.0b Mini DisplayPort 1.4 以及3.5mm jack 由於這部機本身沒有LAN 但它的Wireless部分雙方之強勁了 採用了Intel AX200 支援AX製式的無線網絡卡 最大速度是2.4GB 由於Razer Bray的15吋 採用了一個15.6吋的280Hz Full HD的螢幕 所以這樣看起來是很爽的 然後這次試的Wireless GTX 2070 Max-Q版本 CPU部分 剛才也有提到Intel第九代處理器 會有i7-9750H 6核心12線程 最高可以到4.5GB 看同容量方面 這部Brace的15吋 也提供16GB的Duel Channel 速度是2666 SSD部分 今次採用了Samsung PM981 速度上不算很快 大力只有NVMe規格 Gen3x4 1800Mbps的Wireless 以及3000Mbps的Wireless 以一部薄身機來說 速度也令人滿意了 近來的Gaming Notebook 鍵盤部分也有RGB提供 同時只要用Razer的Steinab軟件 也可以做一個鍵盤的自訂而設定 除了一般的功能之外 鍵盤上也有FN鍵 但FN鍵提供的功能相當少 最主要是針對多模型的設定 但一些可能針對遊戲而設的按鍵 例如Window Lock,Lock了Touchpad 或者風扇的Turbo Boost 這些都是沒有的 雖然可以用軟件做設定 但因為不能在鍵盤上做反速使用的話 我覺得是略為有一點麻煩的 所以比其他品牌來說 Razer Bray 15吋的喇叭位 會放在鍵盤旁邊 比其他品牌來說 播放的方法相當直接 所以立體感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再說剛剛開頭的時候 已經有兩把風扇的散熱位 所以若果大家買一些打斜射的升高架的話 令到打斜機的時候 喇叭的聲音就會更加直接投過給大家聽到 而鏡頭的部分會放在螢幕上方 雖然大部機的邊框都相當薄 外觀和體重部分 Razer Bray 15吋 採用了金屬的面殼 會是面、鍵盤和底都是金屬 包括觸控部份都是金屬面 所以觸控上比較舒服和好感 機身厚度大概是2cm 加上本身的部機是2kg 而一部15.6吋的機器來說 帶出也是相當方便攜帶的 大致上部機的基本規格都說完了 當然要先打一下機 好,剛才也測試了一些Benchmark 以及玩了一些遊戲 當中3DMark部分比較要留意 如果大家想玩Benchmark的話 留意3DMark那邊要關掉240Hz 這樣才可以正常運作 其實分方面都令人滿意 因為始終用了6核心的12線程的CPU 再說就算Max-Q版的型號 效能上面我覺得也是理想的 至於加上一部有240Hz來說 大家都會很關心 究竟可不可以用得到 當然我試過CNS和Windows 6 其實兩款遊戲 只要你設定1080P 最低的畫質的話 都可以保持有200-240Hz以上的FPS 至於很極限 我真的要保持有240Hz的話 當然沒問題的 過度720P啦 說到RTX的話 一定是要說Rade Tracing的啦 剛才也試過玩這個Battlefield 用中的畫質開了Rade Tracing 加上DLSS的話 其實大概有90-100FPS 當然DLSS有些用家都會覺得有點忙的 所以你說關掉的話 大概都會保持有70-80FPS 至於可以到達8多FPS 其實都可以的 只於關掉Directs 12 用Directs 11去運作 用Low的設定 其實都保持有100多FPS 當然以一隻對戰類的遊戲來說 其實如果有100多FPS 而在Notebook上玩得到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了 不過有一樣東西要比較注意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Intel 9代的CPU 相對比8代更加熱的 所以在一部Slim的遊戲來說 其實平均在鍵盤上的位置的溫度 大概是40多度 差不多到尾 而後面噴風位又說 甚至我剛才試過大概有50度左右 這個應該算是9代CPU的Notebook 一個通病啦 基本上你每部機鍵 嘩,100多度啊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叫做9代U的問題 並非這些遊戲的問題 你要留意一下這個 和剛才我試玩的期間 用鍵盤部分去做一個控制的話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FN鍵 通常一般的Notebook FN鍵不是放在左邊 就是右邊 但Phraser就是提供了左右兩邊都有 所以又有好處又有不好處 不好處的地方 當然有時候有些遊戲要用十字鍵的話 有機會按錯FN鍵 而好處當然是方便 某些情況下 可能要按Window鍵的話 例如Pinscreen 你要按FN 再加Window 再加Pinscreen的話 會方便了一點點 但這些都是習慣 所以我覺得不算是很大問題 好,今次的影片就看不到尾聲了 先做一個總結吧 Razer Blade 15吋升級了9系的CPU 而且用高階的RTX2070 Max-Q 作為一部可以帶出外面的Notebook 它有一批的Gaming人 所以如果大家是打開FPS遊戲的話 這類280%的遊戲就可以留意了 好,今次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興趣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出去告訴朋友 就是這家Razer Blade 15吋有一個新型號 用了Intel 9代CPU 再加上2070 Max-Q 還有個240Hz螢幕 要打FPS就對了 好,就這樣 完 謝謝 謝謝